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公子 你我该以兄辈相承 我该称以为义妹 你既是恩公 又是义兄 你我既无男女之情 为何又对付这样的勉勤诗文来打扰我 难道 难道你就是世人所说的薄情浪子吗 崔小姐 请恕小声誓言 恕张公一半 岳中贵子 你较然中天 定能洞察世间一切 你可向阴影传递我心之所想 我不要岳中贵子与我相说 我要公子你亲口表白 你我到底是姻缘之分 还是兄妹之仪呢 我可不能变成天上明月 每夜得见小姐芳蓉 公子若是真有慈心 又何必信命那天上明月呢 殷影 若水三千 多谢公子只取我这一票 银影定不负公子相思意 要是将来回柏林后 有任何变故 银影定会西乡 长此等待 随银影对岳起誓 使之不宜 是 苍天在上 我张公 定不负崔家小姐的厚爱 又有殷屈 我张公 对音影心意 长缘不命 张公子 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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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敢在此 红娘 在 给我把小姐扶回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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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人 度 特急 随胖 鱼 动也 热 毕丹 恒儿 此次搏灵一行 我让霍旗中全权负责你的安全 待一切结束之后回京 父亲自有安排 恒儿明白 恒儿啊 天下美色势难得 可并不难求啊 你要记住 你是我的儿子 恒儿知道 杜雀 末将在 此次搏灵一行 我儿郑恒的安危就全权交给你了 如果你有半点的闪失 我不管你利有多大的功劳 我一样拿你试问 杜雀谨记 小生 谢过太师大人相送恩师 请受小生一拜 长官啊 如果你能继承项国的衣钵 我会在金鸾殿上惠你 小生 定不会让太师大人失望 我等你多少年啊 三十年 五十年 哼 太师大人 是 还有什么事 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说 太师大人 霍将军早过儿立之年 他对崔府婢女红娘 早就有轻木之意 还劳烦太师大人替霍将军 向崔家提亲呢 霍启庄 想不到你一届武夫 也动起了这个心思 不过 看在你对我忠心耿耿的份上 这个模样 我替你做了 感谢太师大人 崔夫人 老夫有一事相求 不知夫人可否能答应啊 郑太师 担将无妨 我家家将获喜忠 看上了贵妇的丫鬟 红娘 这个 怎么 夫人 难道我家家将 还配不上红娘吗 郑太师说到哪儿去了 只是 我家向过老爷生前 红娘服侍周到孝心可嘉 我有心 这次将她带回柏林 不妨这样 待我家老爷 灵酒安葬以后 咱们再商议婚事如何 夫人所言极是 那就等 向过灵酒下葬之后 我们再定夺此事 但政府的聘礼 随后就会送到 夫人 咱们就怎么说定 好 老夫再次告辞 夫人多多珍重 夫人 夫人 行庄已经收拾妥当 都在大门外等候准备出发 你去吩咐他人上车吧 我想给菩萨上主离别像 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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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吩咐 阿弥陀佛 吩咐 大事事 得道高僧 可否能为老身 开解一番 夫人有何难处 请讲 小姐 给 这是什么 桂枝呀 不是你叫我去摘的吗 对呀 侯娘 人们都说 贵乡可留千年 你说这是真的吗 能留千年啊 我不信 我信 我倒是宁愿相信 小姐和张公子的爱情 能流传千年 你不知道啊 这流传千年的经典 都是要经过 几世百转千回 我与张公子都是尘世凡子 经不起这些大起大落 一世情缘 足以 从前 有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 因为爱上了一个穷秀才 门第悬兽 不能终成眷属 后来事情败落 秀才要被处死 小姐和秀才 静意两长 他们相遇在断崖训情 就在小姐和秀才 来到雪崖边的时候 小姐突然害怕了 她看到爱人坚定的目光 小姐后悔了 松开了手 秀才一然 跳下了悬崖 秀才 唱得一口好听的山歌 就是山歌何事 让他们结下了情缘 小姐最爱的那只 秋双蛋 不知大师是否听过 那是一支柏林小调吧 是 是我家乡的曲子 贫僧元清的时候 云游天下 曾到柏林去画画园 秋双蛋 婉转青雅 文儿不能忘 越几言 越可教化民风 亦是贫僧 久久不忘之礼 那 那大事可知 这个故事 世间 情仇恩怨千般 本不该是出家人 所理会的事啊 那大事说 跳崖之神 是生 是死 生死 轻轮回有定 贫僧 看不透其中的选机 那小姐犯下的过错 还能得到生命的宽恕吗 小姐的选择 是人之常情 世上血肉之躯 谁不谈恋生命呢 小姐之错 不在于谈生 是在于 她识心 我想这个秀才 是带着怨念 离去的 所以小姐 必是多年 解不开心中的欲解吧 以至于 成隐疾 其实 万事都该沉原已了 便风亭竖静 我想只要小姐 能潜心回过 广结善缘 亡灵 便自会安息了 敢问大事 为何出嫁 无来之由 无去之相 或许是生生世世 与我佛所解的善缘吧 大事 宿家姓名 千元一随 红尘去 过往中中 贫僧该忘的 都忘了 大事莫不是 故事中的男主人 赵传世 赵传世 尘归尘 土归土 万物轮回 接入我佛法门 赵传世 只要能脱离苦海 那么就是难得 难得了 阿弥陀佛 夫人 一路保重 若与菩萨有缘 还请 夫人再来普救寺上香 阿弥陀佛 都说我们女儿家 挨一股伤筋 也不知道 那些大男人们 是不是和我们 想的一样 世间男子 想的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张公子 他一定是 以因应之所义 红娘 红娘 你们可都收拾好了吗 好了 快点啊 马上要出发了 知道了 小姐 我们走吧 帅啊 小姐 阿弥陀佛 我佛慕悲 今日天气好生沉闷 压得让人喘不过气 二哥 自打出发以后 你就一直是满面愁容 是在回避我吗 没有 原来二哥不如我坦然的 我终于找到你不及正横之处 张公只是一时间不知如何面对 我没背情所困 顾别二哥获愿 张公 自回不如三弟 男子汉胸襟应该累落 这样才能为设计为黎明 难得三弟有如此胸怀 为兄好生敬重 今天我崔家有两桩喜事 一桩是 应应与郑恒 定亲 二桩是 应应与张公 结为异性兄妹 大哥的一身好武艺 真令贤弟佩服 贤弟谬赞 大哥你就不必谦虚了 只要你亲家苦练 你也可以的 待一切结束之后 伪敬 父亲自有安排 昏儿明白 昏儿啊 天下则是难得 可并不难求啊 你要记住 你是我的儿子 昏儿知道 姜宝 停车 停车 停车了 郑公子 夫人有请 红娘 夫人叫你 夫人 换红娘有何事 红娘 你去换下郑公子 你去骑马 让他去坐车歇息一下 这男女同乘一车 好像不太合规矩吧 这有什么不合规矩的 你们既有父母之命 又有媒妇之言 同坐一车怕什么 那好吧 既是夫人的意思 正衡遵命 嗯 夫人 这样最好 您就放心了 嗯 快上车吧 小姐 崔夫人之命 小声不敢违抗 公子既然上车了 就坐下吧 红娘 姐姐 机智灵巧 天性直爽 敢做敢当 只让我等男儿也心怀敬佩 是啊 红娘从小就是这样 和我完全不一样 其实 我也不喜欢自己这样柔弧的性格 盈盈小姐 你的性格很好 贤淑端庄 你们二人的性格 一个如山谷幽兰 一个如深秋之菊 还是深秋之菊好 奴隶罪人 不小姐 我并无夸她贬你之意 实在是 你们主扑二位性格都很好 小姐 请问不要计怀此事 山谷幽兰 虽然花香淡药 可是 它却意境幽远 近陶渊明就有 采菊东篱下 幽然献南山 来夸赞菊花的 不 小姐 我 我刚才是想夸兰花的 这兰花 就有张九龄的 蓝叶春 蓝叶春微蕊 桂花秋皎节 妈 郑公子 不必解释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蓝花也好 菊花也罢 我看都不如那蒲公英 来去自由 无牵无挂 小姐 是我刚才冒犯你了吗 小声不善说话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请恕罪 要不我还是下车去吧 郑公子 我没有怨你 只是偶尔想起伤心事罢了 你且坐着 不然岂不是更闷 刘玉啊 霍锦忠这个想是提到好啊 老夫竟忙些朝中的事物 对你们关心甚少 不想转眼你们都到了大婚之年 怎么样 看好哪家姑娘了 看老夫说一声 回京我给你提亲去 回太师 学生还没有考虑娶妻之事 现在只想着 有朝一日考取功名 大丈夫总要以建功立业为重 不应该太沉迷于儿女情长啊 今年朝廷科举考试就要开始了 好好准备 圆你的凌云之至 歌谢太师提携 学生日后弱德高中 必报太师大人恩德 小大师你我同殿为臣 你可得多多关照我呦 齐敢齐敢 太师大人就不要调笑学生了 你说夫人是怎么了 让小姐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坐在一个车内 是啊 别哭了我那兄弟 你啊 就好好的骑马 他们还得抢颜欢笑 促膝并肩 杜将军 你这个二弟啊 虽是才学兼备 不过我看她也太懦弱了 我要是她 早但是小姐跑了 我看你是说的容易 只不过不在其中不知仇罢了 在我弘娘看来啊 就没有天大的事 即便是有天大的事 我也有天大的本事去解决的 你的性格早是天大的事情也不怕啊 对了 你还记得 你说过要送我一匹像你骑的这样的白马吗 当然记得 我一定会兑现承诺的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谢太后恩典 太后 全子郑恒已经平安无事 现在正护送相国灵舅抵达柏陵 恒尔真是个有情重义之人啊 加之他的文才武略 日后定会成为我大唐动良之才 待正恒回京之际 朕定要对他的护灵之功给予嘉奖 谢皇上隆恩 来 小宝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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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姐 到了 快点 快点 小姐 快点 你看那边 姑娘 你看那边 姑娘 小姐 原来这里种的全是荷花 真的是到家了 我已经曾经说过 玻璃四处都是荷花 二十年前 我离开时 这满堂交合绽放为我送家 没想到二十年后 秋风残河 为我洗尘 小姐 不 夫人 你看 我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 父仲未出阁的时候 姐姐 母亲怎么了 母亲这是高兴啊 母亲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夫人 杜将军 前面就到了 下 小姐 小姐 服务相国夫人 恭迎相国夫人 免礼免礼 又劳大家了 又劳大家了 妹妹 姐姐 姐姐 妹妹 你好 你总算回来了 我们都回来了 都踏入初秋了 这大宅还是古雅清幽 这夫人曾经的闺房 真是如在画中 与秋和芦花为伍 这地方 与相国府比起来 真是别有一番情绪呢 是啊 都是一样的 花好水好 都是一样的 苦叫似西香月下 那份温存 还在吗 弘扬 你说张公子 她现在是否和我一样情思辗转呢 是 一定是 我又不忍心 让她与我一同见老 那就半点也不分给她 就让小姐独占这份痛苦的甜蜜吧 我们到柏陵 半日有余了 已四个时辰了 先帝心思真细啊 这里真是别有一番天地啊 日灵残河 秋风送爽 确实是美啊 大哥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以后 我们每日在此练功三次 每次两个时辰 这样 我的武功肯定会突飞猛进 你们说好不好 说话啊 放开我 你们干嘛 哎呀 连家很多年 都没有你们年轻人的朝气了 快不到方圆十里之地都在议论 连家来了三位俊美少年 被相国扶灵 崔夫人 受丧期间 我等在此无礼喧哗失态 还请夫人见谅 哪里哪里 哪里 老神早把你们三位 视如自家人 相国灵救 还需停灵三日 委屈你们 在连家 老宅 减居几日 崔夫人严重了 崔夫人严重了 张公子 张公子在 老神 希望把欢郎 交予你这位义兄来教诲 欢郎任性 所幸你们同宿同食 以便笃刑 张公自当尽责 杜将军 老神还有一事相求 夫人请讲 相国灵救下葬之前 不可节外生枝 这几日 老神希望你安排部下 看守好相国大人的灵救 杜妾得令 杭尔 杭尔 杭尔在 你是我崔家未来的女婿 相国大人下葬之事 不妨为我分担商量 夫人见外了 分担家事 是杭尔应尽之职 杭尔之在 家乡饭饭真好吃 欢郎 好吃就多吃点 在这儿啊 不光是饭菜好吃 晚上还能嗅着 和堂的香味睡觉呢 是吗 太好了 那我可一定要玩个痛快 多吃点啊欢郎 从今天开始 你义兄张拱教你念书 你要好好地学 不要贪玩明白吗 张拱哥哥 怎会是我义兄 他是你姐姐的义兄 自然就是你的义兄了 盈盈 你觉着我这样安排如何 母亲安排得妥当 杭尔 盈盈自小喜欢吃和西 盈盈自小喜欢吃和西 多谢郑公子 自家赴慈室之后 盈盈的口味也寡淡了许多 吃不得这些鲜物 还是请郑公子多吃一些吧 夫人 张公子和杜将军用过膳了吗 他们正在偏听 和杜将军他们一起用膳 好 待会儿把张公子的东西收拾好 放于欢朗房中吧 夫人放心 书案和被褥都准备好了 义兄 义兄要跟我住在一起吗 是啊 义兄为师 从现在开始 他跟你同吃同住 好让你专心学习 不过祥宝会陪着你们的 外人不会打扰你们 知道吗 夫人 我跟张兄 投缘非浅 要不叫他搬来与我同住如何 那怎么行呢 你现在是崔家人 如果说点自家事 有一个外人在旁边多有不便 母亲 既然是义兄 怎么会是外人呢 哦 我都忘了 帐兄为父 正好 你的婚事 也让他一起出出主意商量商量 不 母亲 这就不必了 夫人 我父亲曾经说过 这成婚之事 还是等相国大人入土为安之后 我们再做商量吧 嗯 婚姻是和二姓之好的大事 理应门当户对 上已是宗庙 下一季后事 你们都是年轻人 应该由父母安排 母亲 关于此事 孩儿还有话想与母亲谈谈 不用说了 你是我的女儿 我比谁都了解你 夫人 小姐是你的心头肉 小姐心痛 夫人里应有同感 怎么可以把小姐的终身大事 轻易支配呢 红娘 你给我退下 等不及要我教训你了是吗 我从小教化女儿 却疏忽了对你这个贴身丫鬟的管教 害得你现在竟敢当着我的面这样顶嘴 太不像话了 再催家 我的话就是说一不二的法门 从现在开始 让放英照顾小姐的起居 你去照顾张公子和杜将军的起居 免得你的任性带坏了英语 夫人 这怎么可以呢 小姐从小都是我服侍的 怎么可以 快走 夫人 息怒我 没事吧 孩子们不懂事 尽笑了 来 吃饭吧 谁都有年轻的时候 孩子们正是青春年华 很是叛逆 我觉得姐姐不必挂怀 老师 那鸟声吵得您不能入睡吗 这是阴鸟之声 喜上梅梢时听 则柔情似水 悲从心中懒食 便觉肝肠寸断 鸟之声 这不是我姐姐的名字 此时我也不知 他是柔情似水 还是肝肠寸断 少爷别淘气啊 张公子 床已铺好 可以入眠了 祥宝叔 张公现在并无睡意 我想往院中一游 张公子 不得了 夫人命祥宝寸步不离公子 请公子不要为难祥宝 好 小姐 你怎么又哭了呀 小姐 小姐 凤云你怎么回事啊 夫人要你来照顾小姐 怎么一扎青道 小姐就被你弄哭了呀 不是我 小姐她 红娘 不要怪凤云 是我自己不好 燕娘炖了雪梨汤 你去厨房乘一碗来 小姐 你又在赌物思人吗 还是红娘最了解物 不行 不能让小姐一个人这么伤心着 也得让那个书呆子难受 两个人的事 眼泪都让你一个人流了 岂不是便宜了她 小姐 你把这本书借给我 红娘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要把这本书 和这书里的柜枝 都交给那个书呆子 让她看看 小姐你是如何思念她的 奖宝叔 这水好苦 越喝越渴 让燕娘给我做雪梨汤吧 好 少爷你稍等啊 先生 姐姐整天哭泣 你说该怎么办呢 都是我罪大恶极